美國總統川普在英國倫敦出席北約峰會 週二川普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進行會談 雙方討論了共同應對中共威脅 以及朝鮮危機中東局勢等議題 川普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週二進行會談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中共軍備開支全球第二 僅次於美國 並發展了包括可以直達歐洲和美國的新型洲際導彈 北約現在聚焦俄羅斯和中國 斯托爾滕貝格還說 中共大量投資 歐洲基礎設施 並向全球扩張 北約和北美需聯手應對中共帶來的威脅 川普談到美國和朝鮮進行的核談判 他希望金正恩遵守無核化協議 你必須去看看我們簽署的第一條協議 它說他會解敗核化 這是什麼它說的 我希望他會解敗核化 但我們會知道 川普還說 朝鮮問題由來已久 如果他沒有上任 朝鮮可能已經爆發戰爭 談到中東局勢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土耳其是北約重要盟友 也是該地區唯一北約成員國 川普表示 土耳其在美軍擊斃 伊斯蘭國頭目巴格達迪行動中提供支持 而美軍目前掌控了敘利亞的優田 新唐記者畢辛茨 張琦 綜合報導